自己投资了20年 什么分析工具都几乎听过用过 什么RSI背词 烈口一定要補 死亡交叉又不交叉 浪败过我金钱和青春 最后发现统计是最实际 我以BagTesting工具 一起揭开一些假分析的面具 不要再走我走过冤枉路了 欢迎来到第二集的《交流之谓》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呢 好像很准 黄金交叉就是哪条线 升穿哪条线 买东西 死亡交叉就是哪条线 跌穿哪条线 沽东西 我今天和大家打破这个谋论 那我试一试 所谓的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 我想大家看看怎样用 有些人是10天 50天 250天 我全部用完 现在如果是大小去看的话 影响最多就是50天 和250天 如果50天线 升穿250天线 叫黄金交叉 那就是买东西 50天线 跌穿250天线 就叫死亡交叉 那你就要沽了一点 很大件事 叫做牛区 还是红区 所以直接说黄金交叉就是牛市 死亡交叉就是熊市 那现在做回统计 这个统计照舊了 那跟大家做回 如果用回这个系统去买东西 能不能够去到获利呢 这就是00年到16年 结果16年的恒生指数 每次有这个黄金交叉就买入 那我当大家呢 我当大家可以持有7天 一个星期 一年都没顶 但是呢 它如果是work 那就是它一交叉就升了 对不对 我就用7天去做个例子 那你见到呢 试过9次有这个卖入讯号 5次赢 4次赢 好了 赢面多一下 那你够赢给成功身家做 你便去 对不对 好了 所以呢 准度不是说 50%多 是很少的情况 那你见到呢 我用10年去看 06年 06年去到16年 就是4次赢2次 那你见到呢 咦 不错的成绩 66% 但是赚的升幅是不多 就是很少 好了 但最后呢 我们看近一点 譬如2012 刚刚市场4年内都挺波动 如果炒得挺厉害 那你见到12至14年 试过有两次中 就是试过三次做到 两次中 一次亏 还要是亏钱 基本上就是黄金交叉 你打算买入 之后呢 是亏损了 那给大家看一些有趣的东西 我先看美股 然后给大家看一些有趣的东西 S&P500指数 2012年看回 如果这个信号黄金交叉 输 两次机会 输了 就是这样了 吹两次输了 好 2012年 好 那你可以看着图再统计 因为这条线呢 你就在其他网站也找到的 但是 我做back testing 快一点点 五次中 两次输 那你猜 如果有16年来 看是好些 2009年雷曼开始了 那你见到呢 这个情况就是2比2 就是5-5波 5-5波 就是入东西不入 那你赌波好 对不对 所以 还要付出市场赚钱 所以 无论和上站不同 无论你的市场是升 你的市场是跌 或者你的市场还行 基本上黄金交叉 和死亡交叉的方法 根本是无人能告诉我 是有一个确认是买入的信号 基本上只有50 或者多过50 的情况下 亦都有试过是多过50%的可能连 但是最终是亏损 如果你还告诉我初学者 还够得告诉我 因为看着那个死黄金交叉 你而放一生的积蓄 在那个位置买入 你就再要 再要think again 基本上 好了 给大家看一些有趣的 如果你回看 转回一些schedule 如果用恒指 进回恒生指数 接着有趣的 刚才黄金交叉 50 250 我试试做跌穿 好吗 跌穿 会死亡交叉 看着吧 死亡交叉 那我再转一个simulation 那你见到 就是09年开始 这个数字 09年到16年 如果你的死亡交叉 就是全部杂志叫你沽的时候 你买东西 用死亡交叉 6次trade 5次赢 完了 剪片 拜拜 下次见 说一下而已 这个就是做统计之事 不要乱信 我就是曾经 墮入这个罗网 输爆钱 就是输了都不知道什么事 下午为黄金交叉升 死亡交叉跌 拜拜 对了 猜猜 对了 那现在就和大家说一点 这个统计 大家就知道什么事发生 那不会死得不明白白 叠送 我们是自己主宰 不要听别人乱说 就算禁止00年 10次中 7次赢 7次赢 10次trade 7次赢 对不对 好了 如果大家都想八卦 短线一点 就算少了 就是一些10天 和50天 真的很开心 在这儿踩一些群众分析 抢得越来越过人 那我们试试10天 50天的黄金交叉 看看会否行 第一 我们试一下美股先 S&P50指数 16年 好 16年呢 56个trade 应该 makes sense 因为你默了 trade 所以就34比22 但是赚的钱不多 16年赚12% 就是一年只有零点几 通胀都跑输 你记住 就是不要以为 10%好 16年 好 第二 2009 雷曼开始 那S&P指数的比率 就是17比11 平平 12年 那我们看到呢 就10比6 整理来说 都多过50的 但是就赚很少回报 看看香港了 看看能不能够 就是不要失威了 香港这么法 是不是 就是左右法都不动的 那希望好一点 哦 大件事了 12年到16年 4年之间 14个trade 6次赢 8次输 好了 09年起 09年起了 那你看到呢 就是11比13 输钱 就是输 好 16年 16年呢 你看到就是23比22 基本上 没有一个定律在那儿 那我试一下再做黄金交叉 是买东西的 我应该输了一碌碌的 是吧 如果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 10天线 跌穿10天线 死亡的了 我应该沽的 我照买 我应该输的 你看着 恒生指数起 16年 24比21 咦 赢 就是一半而已 一半而已 24比21 还在赢钱 对不对 好了 2009 2009 那你看到那个仓位 试过24个trade 13比11 就是五十几%是赢的 就是你死亡交叉之后 死亡呢 是四十几%而已 还惨过黄金交叉 最后 最近这四年了 那时候 9比5 ok 所以呢 9比5是赚钱哦 大哥 9比5是亏钱哦 你如果死亡交叉 你去买东西 你做了14个trade 反而九次赢 五次输钱哦 你赢13%了 四年之间 所以呢 我就基本上 这个节目继续去留意了 基本上呢 我们继续去和大家拆解 我做年轻 做初歌 还是赛料的时候呢 做的所有很低级的错误 大家这些无谓钱是不应该输 每一元都是用血汗赚出来的 我就逐个逐个逐个 在这个节目和大家解释一下